大家好 欢迎主持来到由赛奇运动协复读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甜心 如果问一个歌手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十之八九都会回答说开个人演唱会 没错 在自己的专属舞台上开歌唱的确是一件既满足又荣耀的事情 那么张绍涵呢 出道已经八年了 可是从来没有在北京开过歌唱哦 那么现在终于要在5月15号呢 举行自己的第一场北京演唱会了 既然是第一场 当然得下足功夫做一些特别的设计了 昨天张绍涵手握水晶球 宣布自己2010北京演唱会正式启动 这次演唱会取名为盘多拉行球 不禁让人联想前不久的热门影片阿凡达 不过张绍涵却表示两者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就好像一个故事一样 你打开盘多拉的盒子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层面的绍涵 那就是说这个演唱会跟阿凡达应该没有人的关系 虽然演唱会名字与电影毫无关系 但不少看过阿凡达的网友都认为 张绍涵与电影中的那美公主十分神似 昨天更有媒体提议张绍涵化身阿凡达出场 不料却遭到她的断然拒绝 当然不会啦 我是不可能全身涂满蓝色出场 绝对不会 网络上有考虑说就是最像阿凡达的那美公主 我有看到 因为其实比较好玩的是很多的朋友 反而觉得我好像比原本演的阿凡达的主角还更像那美公主 看来想要欣赏张绍涵版的阿凡达的观众要失望了 不过别担心 张绍涵也有惊喜给大家 除了出道八年来的流行金曲一一呈现外 届时张绍涵也将在服装造型上大大突破以往的尺度 其实大到的程度是我以前都没有尝试过的 譬如啊 这个可能是 有点像泳衣这样应该这样说吧 泳衣 因为其实泳衣我不太常在人家面前穿 或者甚至是跟朋友去这个游泳池都也不太 只有跟自己比较家人才会穿这样的泳衣哦 泳装版阿凡达 记者李明北京报道 对于首次在北京开场 张绍涵十分重视 除了要尝试大尺度着装外 张绍涵也透露届时会在舞台上安装各种复杂的机关 不过危险技术也就相应增加 日前张绍涵在某晚会上因为脚穿高跟鞋 加上舞台泰华意外摔跤 让她至今心有余悸 那个是我妹妹 那个是我妹妹 哦 你妹吗 好 那我们再次的有件事 真的吗 那就像刚刚我这个假装间接失忆的感觉一样 这个突然跌倒了 其实我那一刹那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很痛 因为穿高跟鞋的这个苦应该只有女生才会知道 尽管高跟鞋对女明星的双腿是个煎熬 不过穿上高跟鞋却能展现出他们的完美曲线 当天张绍涵就脚踩十公分的高跟鞋亮相 虽然一太优美 但各种辛苦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其实有时候回家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脚好像不是自己的 又爱又恨的高跟鞋 乐凡天列宁报道 所以说嘛 演艺圈不只有鲜花和掌声 有的时候还得面临危险呢 那除了你毅然爱美穿高跟鞋容易摔跤之外呢 在鞋酒的时候 这个艺人拍一下或者走秀 也会碰到这样的意外状况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黑人陈建州即是半夜被送急着 手上插着点滴针头 但还是坚持抱着计算机 上传公益活动Love Life的影片 这个没好好养病的举动 可惹恼了另一半范范 在博客上范围其一字一句 发现心中的不满情绪 甚至写出我要哭了 将把求婚算计还给黑人 不想结婚了 因为黑人会比我早死 我无法接受这些惊人的字句 连生病住院都还要坚持上网工作 难怪惹得范范气得说要退婚 不过毕竟想两口一路想扶持到现在 气头过后 范范还是感性地说 要一辈子照顾黑人 而范范用的斑法也很厉害哦 反正它就只有一个网 然后这个网就撒出去 然后到现在 我在担心连街坊都会管我吃什么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暴饮暴食 它的胃里面啊 所有脂肠什么都有好多溃疡 我觉得很可怕 经过这次分摸的两个人 也更加坚定对彼此的感情 决定携手共度一生的计划不变 今年11月份将会先订婚 而大喜的日子就得等到明年了 为爱自己的人热爱生命 冷凡天台北报道 所以天心还要再次提醒各位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千万不要怪我啰嗦 因为最近有不少的艺人 都受到这方面的困扰 比如说正在为自己的演唱会 积极备战的杨成林 就因为感冒了一直在咳嗽 哇 要知道杨成林 马上就要开歌唱了 嗓子不行怎么办呢 实在上有点小担心 杨成林带着一脸病容 为异奖天开演唱会彩排 为了向偶像王妃和阿妹致敬 杨成林这次要在演唱会上 挑战天后的歌曲 只是担心自己的喉咙会闹罢工 希望再过几天就会好一点了 对 因为最近晚上其实 就是会咳个一两个小时 随着演唱会进入倒数阶段 之前还尽量放轻松的杨成林 身上腺素也随之上升了 当我这样一倒数 发现已经不到两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我光是用想象的 就是平时如果发呆 比方说我现在这个通告结束 要去练舞好了 中间的这三十分钟的车程 我的心跳都是加速的 然后很紧张 脸海青偶尔中台北报道 嗓子不舒服呢 可以喝这个冰糖炖雪梨 那万一眼睛不舒服该怎么办呢 马上也要在台北开个人演唱会的 郑秀文Semi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 突然眼睛出了状况 不过还好这个郑秀文是百变天后 危机处理的相当到位 甚至堪称是惊艳 合眼包着大大的纱布 还用桃红大墨镜盖住半张脸 五年没在台湾公开露面的郑秀文 付出记者会上的糟型 让人吓了一跳 可能昨天一整天拍MV 可能在弄什么的时候 弄得到弄到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 就觉得很痛 然后眼水一直不停在流 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Semi台北演唱会 会不会邀请许志安来做嘉宾呢 没没没 我不晓得 现在还没有决定 但是在这个最初的名单里面 应该不会很刻意去邀请他来当嘉宾 而且他现在他们F 他不是F 他们Big Ball 他们Big Ball也好像建立起来 他们这个品牌也有很多的邀越 之前传出Semi与志安复合 但是Semi却表示自己现在的感情状况是 就算有没有空也没有人选 豪爽的百变天后 是阿比林真央台北报道 由自尼货家举办的一场 名为一路并肩 永远向前的大型时尚派对 将于4月16日在上海举行 而参加演出的嘉宾 正是刚刚成功举办 Big 4演唱会的 许志安 苏永康 梁汉文 张卫健四人 而还有郑秀文也将一同出席党版的派对 与Big 4再次合作 看来Big 4演唱会的景点将重现上海滩 届时两届F1世界冠军哈基尼 也将一同共享胜绩 那这场盛典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那我们乐翻天呢 以为大家准备了两张入场券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不妨登陆我们的论坛来报名索取 那有的时候开演唱会呢 请嘉宾真的是个大学问哦 如果请对人的话呢 不但能够制造话题 而且还能够帮助演唱会 达到非常好的效果气氛 那所以又会唱又会跳 而且还会搞笑的小沈阳 当然就是演唱会嘉宾的最佳人选咯 看演唱会自然是人多力量大 曾经一曲朗爱上阳为人熟知的汤潮 5月15日即将在北京开唱 而他的师弟小沈阳 极有可能作为他演唱会的嘉宾亮相 昨天小沈阳就特地来到 汤潮演唱会的彩排现场探班 刚开始坐在一旁听歌的小沈阳 被汤潮的歌声勾起了兴趣 寂样难耐的他 又忍不住来了两嗓子 他是一个特别爱音乐的人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特喜欢音乐 但是不懂音乐 他来了以后也不用什么控场 直接就唱了 他拿手就来 每次 我一般人不开唱 小沈阳唱歌还真不错 近张云北京报道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这里是由赛琪运动协服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甜心 继续张继装版西游记的大坛班 平常我们会在这个片场发现 大部分都是一些五大三粗的大男人 因为这个片场粗活多 可是这回在坛班过程当中 我们编档却是难得的发现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在西游记巨组 唐僧似师徒 当然是无可争议的焦点 取经路上不论到了哪儿 都格外的引人注目 不过日前途径高老装饰 却意外的被几位美女丫鬟抢了风头 我们是贵州的 你也是贵州的 我算成哪 算成的 不是 我是浙江 你是浙江人是吗 当时是怎么把你们挑过来的 你跟我还选 选秀节目 这些小女生有多少参加的 把你选过来了 反正有很多的 出赛的时候应该是几百人吧 所以选自己了 然后在贵州选了五个过来 而且镜头那么多已经很好了 不讲不讲不讲 能与唐僧师徒同场标戏 让丫鬟们兴奋不已 只是拍戏过程的艰辛 却远远超出了他们来时的预料 这适女好玩吗 累不累 衣服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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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扎起得有点扎 对 四点多就得起 五点化妆 四点多就要起来 拍戏好辛苦是不是 对 今天才真正正正体会到 拍戏很辛苦 做明星不容易哦 有没有做过明星梦以前 有 有做过 现在才知道 原来在每一个光辉的背后 都有那么惊心的时刻 那怎么样 现在这么辛苦 还有打算再做明星吗 还打算 还打算 因为我觉得 每一条道路 无论你选择什么 就要坚持下去 好了 你好好哲学 看来通过这次难得的拍戏体验 让美女们是收获良多 而且天下来 在片场与演员们的朝夕相处 也让他们对唐僧师徒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尚老师我们不敢接近她 我觉得她好严肃啊 好严肃啊 但是她戴上猪头的时候 怎么可能 对 就是她只有戴猪头的时候 你们才敢看她 是不是 对 他很辛苦的 因为那个孙悟空的那个脸壳 不能摘下来 又特别热这个天气 就是拍摄之余的时候 她平常都会有些烦躁 烦躁 烦躁的时候会骂人吗 不会啊 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我觉得 好可爱 那还有唐僧呢 唐僧啊 就是业园 业园 业园这边 有业园的事 好帅 对啊 然后抓紧 紧低调的 就是没戏的时候 就一个人坐在旁边 静静地坐着 跟她照相啊什么都挺好 她都给你的照相 亲亲合力的 签字签名啊什么的 虽说 试图自人各有各的脾气 不过这些似乎 并不能阻断美女对她们的喜爱 其实我比较喜欢许锦正 我觉得是性格吧 我觉得她好有亲和力 真的 哪里表现的 比如她会和我们说话 而且会比较关心 我们和她合影完了 她还给我们鞠个宫 是不是啊 欢迎 然后谢谢大家 她没有这样 但是会和我们鞠个宫 就是代表一种礼貌 我就是喜欢张老师 张继生老师 喜欢她哪里 我觉得她演技真的超棒的 刚才我们刚刚拍了一个 那个她在外面吼了一声 对 然后我们得跑的那个 一哄而散 然后我觉得特别投入 然后我们真被吓到 真的是那种感觉 就会带着我 会让我们也入戏 我喜欢唐僧 唐僧 聂远 他比较稳重嘛 然后剧中剧外都很帅 然后性格也很斯文的 你有没有跟她说 你说念缘我好喜欢你 你好 你这么大了 这么大了 过来你 小妹妹你说 好 我喜欢吴岳哥哥 我觉得他这种精神 很值得我们学习 什么精神 我觉得他特别精烈 真的 而且做演员这个行业 他是演员 就是这么不容易 可是他坚持下来 而且西游记 他要拍那么久 他还能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 也觉得你好成熟 好个人小鬼大的 贴身丫鬟 乐饭天福建顺畅吧